市長目前已經暫停輸貨在俄羅斯的對比 我們都已經正式對外投入 千呼萬喚使出來 華碩董事長施崇堂手露面 回應華碩遭止無視退惡制裁 那我們的占比大概多少在俄羅斯 停止輸貨給俄羅斯 會不會對華碩的民眾受到影響了 現身活動記者會 只是大家焦點 還是華碩退惡現況 但不管怎麼問施崇堂不動如山 只會一句以對外公布 與國衛院合作的超級電腦 會不會出貨到俄羅斯 華碩話說的保守 不過外界會這麼窮追不捨 是因為退惡回應得來不易 3月10號時 烏克蘭副總理在推特點名也發公開信 希望華碩停止出口俄羅斯 直到四天後華碩才首次以文字說明 停止出口並捐贈烏克蘭三千萬 沒想到18號又被耶魯大學點名無視退惡 讓外界質疑聲浪再起 不過耶魯大學點名的不只華碩 台廠還包含紅機以及維新科技 兩家大廠說明遵守國際貿易規定 是否停止出貨俄羅斯沒有正面回應 而根據台新投顧計算 俄羅斯占華碩2021年 有筆記型電腦出貨量近百分之五 紅機則是超過百分之五 戰火開打民生經濟都受牽連 大廠態度更是備受關注 TVN新聞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